身穿紅衣的男子 站在怪手前叫燒 下一秒怪手一个左扫 红衣男子被挖斗 推倒在地 差那么一点头就被K当 要是力道一个没控制好 红衣男子恐怕就会被摔飞 现场工人拿起手机直击 就见红衣男子气炸了 直接爬上怪手 要找司机理论 怪手跟怪手就爬 天空飘着某某细雨 两人争论不休 双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事发就在巴黎台北港的北极附近 15号早上11点多 遭怪手攻击的红衣男子跟同事 因为操作机具的问题 发生口角冲突 没想到同事回到怪手的 驾驶座位上 就那么刚好衣服勾到把手 导致挖斗飞到对方 双方再爆发二次口角 原来红衣男子跟这名挖土机司机都是同商来自宜兰两人只差一岁认识二十多年 在台北港这里工作了三年多 这会因为机具操作问题大吵一架 只是依照职安法规定雇主恐将挨罚最高三十万元 这架一吵代价真不小 明星文马世界严凯欣北市采访报道 优优独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